这是一个10公里可以跑近40分钟的跑友的跑步技术 大家好,我是马拉松技术工 咱们做一个跑步技术分析 跑步技术的进步是永无止境的 你永远可以跑得更好 看一下,整体的节奏不错 挺流畅的,非常的流畅 但是现在,你不是要挑点毛病吧 咱就挑一点 因为跑步技术的进步是永无止境的 你永远可以跑得更好 咱就看看能不能挑点毛病出来 能不能再更加进步一点吧 离地,落地 落地整体重心跟上的挺快 落地的时候,一落下来后 重心可以再压下一点来 然后支撑脚是个勾脚尖的状态 勾脚尖它前倾就出来了 然后支撑脚放松,支撑腿放松 然后腾空腿自然往前摆 腾空腿自然往前摆 然后早落地 早落地 你看你这儿 因为你那个支撑脚 就这儿看支撑脚 这个怀管点不够放松 在离地的时候 有一点往上跳 往上走的感觉 你看,这个起伏 看这儿 看这儿 往上跳的相对是比较高 正常时候你在离地那一瞬间 支撑脚的怀管间 支撑脚怀管间放松 然后腾空腿 大腿放松 自然往前摆荡 叫膝管间往前领 它就不会跳那么高 你这样向前的经济性会更好 就你感觉没什么幅度 但是步幅比较大就会出来 你要是硬要调问题 主要是这个问题 另外有一点外八字 落地有点外八字 不要刻意的去追求 脚掌外侧着地 把脚放正 早落地 不要刻意追求脚外侧着地 然后落地以后呢 脚踝放松 就离地那瞬间 脚踝放松 因为脚踝 脚踝脚不放松 你看离地那瞬间 这个劲儿力量 它就往上走 往上跳 会往上跳的有点过多 就垂直枕幅 会略有点大 刻意的追求 那个脚外侧着地 你看就会往前够 起跳有点高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摆臂的时候 你看 我说摆臂的延长线 应该在鼻尖方向 为什么在鼻尖方向呢 就是 放置摆臂超过中线 你看你摆臂的时候 每次都超过中线了 都回到这边了 身体这边来了 这会导致身体在这个 跑起来以后 比较晃动 看这 看每次摆臂头 这能看看 超过中线了 前后摆臂 前后摆臂 往后的时候快速摆臂 往前摆的时候呢 回的时候 是往哪回 往这个延长线 在鼻尖方向 别超过鼻尖 一超过鼻子呢 它就超过这个身体重心了 对 这是这个 简单的吧 简单的 来自来的技术分析 做小步好 前踢腿 后踢腿 中摆跳 小姑娘会翘 这些跑步专项技术训练 都有助于改善 我们的跑步技术 漂亮